看看新闻网 镜头前的马苏一山飘飘 如出仙境 然而这样的效果 全都仰赖着一台手持吹风机 虽然正直酷暑 但在气温仅有十多度的山洞里拍摄 这夏日里原本求之不得的冷风 却让马苏叫哭不迭 阵阵的凉风吹在马苏脸上 让小妮子毫不难受 久而久之 脸部表情也越发僵硬 然而这也成了爱耍宝的无气龙 嘲笑马苏的有力证据 我最常听到的声音 就是我们拍到一半打一会儿 卡 打眼为什么卡 马苏你嘴歪了 没意外 然后他又问我歪了吗 我有歪包哪边 不是啦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的动作 生活的小动作 马苏的动作就是斜肩歪嘴 然后扎眼 才不是啦 我也是因为太投入了 所以你投入为什么歪嘴 吴气龙的主动演示 让马苏气不打一处来 这波借着拍摄背水淋湿的戏份的机会 马苏来了次绝地反击 报仇 见自己赞处下风 吴气龙干脆拧开喷壶 朝马苏身上使劲一波 别看吴气龙在拍摄间隙玩得不亦乐乎 其实这个上蹿下跳的人却是有伤在身 日前在拍摄一场屋顶上的打戏时 吴气龙并未佩戴威亚等任何保险装置 而是亲身上 其料屋顶错落的瓦片和无法确定的最终落点 导致了他的大脚趾脱臼 屋顶上防岩上都是瓦片 它都是高低不平的 再加上它因为它是斜坡的 所以我们要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你很难去控制到小心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每一次的落点会在什么地方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前两天拍的时候 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就脱臼了 然后脱臼完了之后拍完那条 我又把它切回去 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 这样的伤势在运动员出身的吴气龙看来 似乎是小菜一碟 不仅没有停下拍戏的脚步 反而带着已经受伤的脚 再来了此高难度表演 推回去之后然后再拍一条 OK 顺利过了 我才开始治疗 其实我受伤经验算是相当丰富了 从以前当运动员 很多受伤急救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保护的措施我都会做 简单的先做初步的治疗完了之后 第二天吧 剧组大概觉得这样不行 因为确实肿得很严重 他们担心骨头有问题 就让我去拍片子 那拍完戏之后 晚上我去拍了片子 看了骨头没什么事 就是脱臼的位置我复位了 那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其他就是要等它消炎 消肿 然后慢慢慢慢地痒吧 经过简单的治疗 吴气龙的伤势已经逐渐恢复 然而脱了鞋后 记者还是能明显看到 吴气龙受伤的右脚 比起左脚来要肘上一圈 艰苦的拍摄环境下 吴气龙也不得不拿出些应急妙招 像你看得到我们拍摄 一进来就是一拍就是可能十几个小时 那一般来讲说你脚发一点 你可能尽量把它举高抬高一点 让它控一下 然后它能够帮助它消肿 但是我们每天都要站十几个小时 基本上你就算没受伤它都会肿 那更何况受了伤 所以现在会故意挑大一点的鞋子穿 对于拍摄时 逼无可逼的奔打跑跳这类的动作 吴气龙也是自有一套 拍戏还是要跑 还是要动 因为包括戏里很多动作 你还是得做 那你受伤了之后 你就会慢慢去找到一个平衡的地方 就是譬如说 我如果用脚尖踩会痛 那我就想办法脚跟可不可以 那左边痛我那我右边踩可不可以 你慢慢会找到一些位置是 可以让你稍微好一点 新一人在线江苏仪星报道